在大宅门中,七岁的白锦旗一连弃走了三位老师,倒是没人敢去白家给白锦旗当老师。 剧中,白锦旗的原型正是养父岳静宇。 这个情节虽然有点夸张,但也确实是岳静宇童年的缩影。 岳四爷一生放荡不羁,也许是觉得古宝昌很像小时候的自己。 虽然是养子,但岳静宇十分喜爱他。 于是,兵业他改了名字,把原来宝昌两个字改成了宝昌。 就这样,大导演郭宝昌名字诞生了。 独得恩宠的郭宝昌成了经常被叫到岳四老爷的房里开小灶听故事的那个孩子。